粉丝要求我送三十只土鞭重给他 没想到他居然要干这种事情 找个铁杉子 我要把朋友这些土鞭给他掀出来一些 因为有粉丝给我留言说 让我送他一些 准备下周二当做生日礼物 送给他的妈妈 兄弟 你果真是你妈妈的好大人 全家的大小子呀 像这种背后有裂纹了 说明他在退皮 油炸最香了 要是这次老铁们点赞过五千 明天安排油炸土鞭 一口吞的节目 还在懂啥 赶紧把蛋点起来 晒之前 先来看看哪个位置的土鞭比较多 哎呦我的天 什么情况呀这是 这边怎么颗粒无数 天呐 不会是耗子进来偷吃了吧 瞧瞧 这边的军魔土下面全都没有 大哥 你可别吓我 多少留点 明天油炸呀 算了 大力出奇迹 先晒一网看看有没有货 东北悬天一片云 乌鸦落进了凤凰群 土鞭土鞭 快快显灵 哎呦去 就这么两个 这也太惨了吧 先找个小童 把他们装到这里面 没想到呀 这凯癌的土鞭虫 居然还能当做礼物送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居然还是当做收日礼物 我可得给他找的大个头了 不然显示不出我的虫意来 哎呦喝 差点让这群货给跑了 来巴拉巴拉 这次多筛点 万一老铁的妈妈喜欢他们怎么办 可必须给他多送一些 哎 对了 这一网就比较多嘛 而且这一把土鞭虫的个头 还都说得过去 就在我给粉丝挑虫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 这些家伙 怎么跟屎克朗似的 喜欢堆份球呢 那样的话 这些家伙 会不会跟屎克朗似近亲呢 这要是明天点赞过五千 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呀 行了 剩下的这些 再给他倒回盆子里吧 把菊末铜给他们巴拉均匀 再次买好 桶里的一会儿打包一下 明天开车给粉丝送过去 趁着热馒头刚出锅 咱们给他们来上一小半 把馒头撕把虫小块 给他们放到中间 这个样子 估计就不用吃馒头了 等着他身上的这些黑色外壳 全部退掉 咱们就可以起锅烧油 给他洗热油脑了 为了明天能够点赞过五千 所以我就帮他把皮退掉一些 这样就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了 谢谢大家